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传 演播 西瓜的园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九十一集 基金会的能量有多大 贾快君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电影能够上映 他已经非常高兴了 其他的都没有心思管 三天后 玄学英雄上映 没有有名的明星参与 自然就没有举办首映礼 电影悄悄地上映 每家影院鉴于上面的关系 虽然不得不放映这部影片 但给的场子和幕布都比较小 使得玄学英雄第一天的数据惨不忍睹 上座率还不到两层 但精彩的剧情与宏大的成业 使得看过的人都赞叹活跃度 出了电影院就回去买票 二刷三刷 一些人更是迫不及待地 向其他人安利自己发现的一部好电影 网络上各种安利的帖子纷纷冒了出来 主题 发现一部好电影啊 剧情精彩 场面绝对宏大 内容 楼主无聊去电影院打发时间 本想看刘天王主演的黎明战车的 结果没有票了 售票员给楼主介绍一部刚上映的电影 叫做玄学英雄 楼主本着打发时间的想法 想着若是不好看就在电影院里睡一觉 买了一张票 结果别说睡觉了 连上厕所的时间楼主都不愿意浪费 这部电影实在太精彩了 不但剧情精彩 达到也非常有趣精彩啊 有些地方模仿了二十年前英书的僵尸电影 但处理的更加有趣精彩 特别是电影中古代的战争场面 绝对是大场面 里面的人可不是几十几百个人随便跑一跑 就说是战场了 那里面的人绝对是以亲为单位的 密密麻麻的我都数不过来 还有特效 绝对不是五毛特效 剧情场面特效 我全部给五分 虽然这部电影没有大明星 但绝对好看 推荐大家去看啊 一楼 这不会是打广告来的吧 二楼 肯定是 现在不都那种病毒式营销吗 三楼 我可以证明楼主没有打广告 因为这部电影我也看了 真的很好看 我还二刷了 四楼 我原本也想推荐这部电影的 不过已经有同好推荐了 那我就点个赞吧 五楼 三四楼的人是水军吧 六楼 点赞 七楼 楼上给谁点赞啊 楼主还是五楼啊 八楼 当然是楼主 我也看了电影 一个字牛 两个字精彩 三个字值得看 九楼 是不是真的呀 十楼 绝对是真的 不信啊 你可以亲自去看看 电影票又不贵 比黎明战车便宜了一倍呢 十一楼 人家黎明战车 投资两亿元拍摄的 票价自然不便宜啊 那玄学英雄 投资多少钱拍的 十二楼 我是楼主 据说只投资了两千万 但本人不相信 那种大场面 怎么可能两千万能够拍出来 我觉得 是有人在黑玄学英雄 十三楼 管他黑不黑 我先去看看 如果电影不如楼主说的精彩 我就报楼主的局 十四楼 同一楼上 十五楼 顶楼上 十六楼 顶 三十三楼 我是十三楼的 我回来了 我想说的是 楼主太感谢了 谢谢你推荐了 这么好看的一部电影 兄弟们 别再犹豫了 赶快去看啊 不看你们绝对后悔 三十四楼 夸张吧 还是楼上也被金钱买通了 五十二楼 我是十四楼的 谢谢楼主推荐啊 真的很好看 已经看了三遍了 六十八楼 谢谢楼主推荐 很精彩的一部片子啊 网络上 悬悬英雄的话题 虽然还没有冲上前十的位置 但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兴奋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电影院 看悬悬英雄 因为悬悬英雄本身质量过硬 看过的人都说好 口碑爆表 便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看 电影院的人根据实际情况 多开放了几块幕布 并增加了场次 但还是无法满足 越来越多的观影人 只能再次调整幕布和场次 悬悬英雄上映的第一天 票房收入只有区区的两百多万 第二天 虽然翻了一倍 也只有五百万 但第三天 票房继续翻倍 到了一千万 第四天 票房是第一天的十倍 周末两天 每天票房上亿啊 一个星期 悬悬英雄的票房 就超过了三亿 让圈内人和圈外人都惊呆了 那些娱乐记者也蒙了 这么一部大卖的电影 他们竟然只认得里面的寥寥几人 其他演员的资料 乃至导演的资料 他们竟然全都不知道 这太丢脸了 所有的娱乐记者们全都串联起来 活速查到导演和玄学英雄演员的资料 于是 一个星期后 所有参演玄学英雄的演员全部都红了 红的都让他们懵懂 不过是帮朋友的忙 参加一部无名电影积攒演艺经验 竟然就红了 老天爷实在太喜欢捉弄人了 不过这种捉弄方法 他们喜欢 贾快军是最开心的一个 学学英雄的成功 不但让他赚了钱 更重要的是赚了名声 现在他是所有人认可的导演了 再也不用捧着剧本 上门求人家投资 却被拒绝了 现在很多人主动捧着钱 来投资给贾快军 不过贾快军懂得感恩图报 不会因为一部电影的成功 就刨开韩诺和沈锤阳几个恩人 再说了 新成立的影视公司 可是有他的股份 他不为自己公司拍戏 难道还有可能 为自己的对头公司拍戏吗 妖九婆 我扶你啊 韩诺上前几步 将妖九婆扶上了大巴车 全村人去看电影 如何去是个问题 韩诺于是租了两辆大巴车 接送村里人 长苗挺着大肚子 跟沈锤阳一起来凑热闹 让韩诺紧张不已 哎 你不是要生了吗 怎么还到处跑啊 哎 预产期还有半个月呢 我可不要成天窝在家里 长苗扁扁嘴 无聊死了 你放心啊 没事的 我儿子结实着呢 不会掉的 说着 还用手摸了摸肚子 立刻 其肚子上就鼓出一个小脚印 长苗疼的吸了吸气 却笑道 啊 这孩子每次都这样 只要我一摸肚子 他就会跟我打招呼 打招呼 打架吧 韩诺心里付肥着 大巴车很快就到了镇上 镇上的电影院不大 因此 韩诺将整个电影院都包场了 使得镇上一些 想看电影的年轻人 还抗议了一回 韩诺将妖旧婆和村子里面 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老人 送到最中间的位置 然后回到最后排 坐到了长苗和沈翠阳身边 韩诺 预算师估算了一下 玄学英雄的票房 总收入会超过十亿 除掉税金和电影院的分层 最终收入差不多两亿九千万 其中一亿 我会打入基金会的账户 另外一亿九千万 全部打入新公司的账户 沈垂阳对韩诺说的 啊 你远是我放心 以后这些事情都不用跟我说了 韩诺完全是一个甩手大掌柜的 沈垂阳无奈 你就不怕我把钱 全部给你捣腾光了 韩诺的回答是一声呵呵 沈垂阳抹了一把脸 被人糊了一脸的感觉真不舒服 韩诺再次呵呵 长苗插嘴 哎 动了 不准再欺负我老公 韩诺斜了他一眼 女生外相 重色轻有 长苗挽袖子 韩小诺 别以为老娘大了肚子 就不能给你打架了 韩诺的回答依然是 呵呵 长苗猛吸两口气 扑到沈垂阳的怀中 老公 他欺负我 沈垂阳赶紧给亲亲老婆顺毛 我们不理他 让他一个人羡慕 嫉妒我们的恩爱去吧 长苗给了韩诺一个得意的脸色 韩诺呵呵 手里举起火把 哎 别闹了 电影开眼了 坐在前排的韩家二姑 开始阻止两姐妹的自相财杀 学学英雄能成功 质量绝对过硬 精彩的剧情就不用说了 否则 韩诺也不会当初看了剧本后 就直接要给贾快军投资 甚至把人拐到了S省 贾快军虽然第一次做导演 但他本身有才华 虽没有在专业学校学习过 但本身自学了导演及摄影知识 对剧情节奏的掌控 和画面感的掌握十分到位 使得剧情流畅 全程无尿点 画面也非常吸引人 特别是宏大场面的剪辑 更是流畅且吸引人 虽然长秒在手印时看过一遍了 现在第二次看还是看得入了神 反而他身边两个有些心不在焉了 沈锤阳悄悄地凑到韩诺的耳朵边 小声问道 韩诺 我好像看到了卫风了 韩诺眼角抽了抽 淡定地笑道 是吗 沈锤阳在电影画面 发出的暗淡光线下 仔细瞧着韩诺的表情 想要从中看出什么 虽然是远镜头 人有些蘑菇 但我还是看出来了 那个将军跟卫风长得非常相似 哪个将军啊 韩诺装傻坚决不承认 算了 沈锤阳泄气地抽回自己的身子 靠着一背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韩诺笑了笑 虽然我没有看出那个将军长得什么模样 但也许人有相似吧 说不定哪天你就能遇到 跟卫风长得一样的人呢 是吗 如此我就拭目以待了 电影大获成功 韩诺这个拳手掌柜参加了庆功宴后 就准备回古代去陪李家大哥了 韩诺跟韩爸韩妈说出去旅游 背了个大大的旅游包离开家门 不过在离开之前 韩诺给韩爸留下了几部养生 且简单又实用的掌法秘籍 韩爸和韩妈已经修炼出了内力 练习这些掌法会很轻松 另一个世界的李将军府中 下人们议论纷纷的 自家主子今天的奇怪行为 要知道自家将军是武将 每次出门都是骑马 从来不坐马车 今天却让他们准备了马车 而且还自己亲自驾驶 不让任何人跟着 若说自家将军没有秘密 打死他们都不信 将军赶马车出门 是不是去接人啊 接人 说的皇上 还有谁有那么大的面子 让咱们将军亲自去接人 不是还有未来夫人吗 你是说将军去接他的未婚妻去了 什么 李卫丰的未婚妻来了 众下人的议论中 突然插进一个 与众人口气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众下人抬头一看 就见原本进入大门的月云飞 退了出来 一手拉着自家媳妇莫言郡主 一手拉着耿世安 边走边道 走 我们也出城 看看卫丰那个神秘的未婚妻 到底长得什么模样 有没有三头六臂 耿世安回应他道 三头六臂没有 但肯定是一个大美女 否则里卫丰不会对他死心塌地 为了他拒绝了那么多千金贵女的联姻 还说出一生一世一双人这种话 莫言郡主羡慕得道 啊 李卫丰的未婚妻可真幸福 月云飞瞪眼 我对你也是一心一意啊 难道你不幸福 莫言郡主回道 如果你不去喝花酒 我会觉得更幸福一点 月云飞连忙道 我和同事去喝花酒只是应酬 我可没有叫其他女人服侍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人家耿世安和李卫丰 就没有经常去喝花酒 耿世安的声音传来 哎呦 月云飞你个混蛋 你打我做什么 月云飞 我高兴 哎呦 娘子 郡主 不要打了 莫言郡主 我高兴 李卫丰驾着空马车 到达京城郊外 在无人的地方 连同磁缸的时空之门 不过 寒冬没有第一时间过来 而是甩过来两个大包 然后才湿湿然的 从另一个世界 穿越来到李家大哥的身旁 老婆 我很想你 李家大哥紧紧抱住韩诺 自从上一次韩诺说要过来陪他 他就一直期待着 结果竟然等了半个月 老公 我也想你 韩诺拍拍李家大哥的后背 比起李家大哥来淡定了很多 老公 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多着呢 淡定淡定啊 李家大哥松开怀抱 但一只手仍然紧紧握住韩诺的另一只手 笑着道 老婆 你这身打扮可真好看 虽然 在其他世界 看多了韩诺的古装扮相 但那时候 外表都是别人的外表 而如今韩诺自己的相貌穿上古装 梳着乌黑的发迹 一下子 让李家大哥看呆了眼 韩诺笑着 将自己用手托起 垂在胸口的黑发 道 是我一凿让周乐帮我做的 为了穿上古装 我可是留了一年多的长发呢 李家大哥看了韩诺 梳得漂亮整齐的古装发迹 赞道 你的手真巧 梳的发迹也很好看 我是照着网络上教程学的 韩诺道 网上的教程不少 而且各种头型都很好看 比我们在大唐世界中的发型 好看多了 大唐时候的女子发迹样式 虽然繁多 但受时代限制 确实没有现代美观 韩诺点点头 没有继续发迹的话题 笑道 难道 你一直要跟着荒郊野外 讨论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吗 李家大哥笑了 是我不对 我立刻带你回家 回我们的家 两个人还没有回家 就在路上 被月云飞一行人堵上了 不通 听说你未婚妻来了 人呢 月云飞大老远的就嚷嚷道 李家大哥惊讶 你们怎么知道我来接人 月云飞呵呵笑 因为你的行为太怪异了 你家向人猜测你是来接你的未婚妻了 是不是真的呀 人呢 快喊出来让我们看看 李家大哥憨 没想到自家的仆人都挺聪明 根据一条蛛丝马迹 又猜测到自己的目的 哥哥媲美柯南啊 韩诺听到声音 从车厢内大方地钻了出来 抬头看过去 只见前方四匹骏马 驮着男女四个青年 知道 正是自家老公 在这个世界的好友 那表情跳脱的一对男女 应该就是月云飞 与莫言郡主 另一对沉稳的是 港山夫妇 全都是俊男美女 风采不凡 韩诺见过月将军 沐言郡主 耿大人 耿夫人 韩诺笑着 跟四个人打招呼 不卑不亢 月云飞三人 被韩诺的从容风采所舍 心中赞叹 不愧是李微风 瞧中的女子 如此大气 不下于皇家郡主 只不知道 这位韩姑娘 是什么身份啊 韩姑娘 你是魏风的未婚妻 就不要见外地 叫我们将军郡主 和大人什么的 跟魏风一样 叫我们名字吧 月云飞赶紧说道 四个人对韩诺的 第一印象都非常好 否则 不会这么快 就将他接受为自己人 当然 韩诺之前 给李家大哥 传送过来的热气球 兵书医术 以及熬汤的法子等物 也让四人成了韩诺的情 既然如此 你们也不要叫我韩姑娘了 叫我韩诺吧 这是我的名字 韩诺笑眯眯地回答 韩诺 莫言郡主拍着自己的马 跑到马车旁边 热情地对韩诺的 因我年纪相当 以后一定能够玩到一起的 我时常来找你 你可不要嫌烦啊 不会啊 韩诺含笑摇头 我刚来京城 巴不得郡主天天上门呢 我好借你了解京城啊 哼 太好了 说定了啊 我明天就来找你玩 韩诺点头 好啊 雪如也一起吧 我明天逛京城 齐雪如微笑 嗯 不所愿而 不感情而 李家大哥三个男人 见他们的另一半聊在一起 相识一笑 三个人的感情好 自然也希望 他们的妻子 也能与对方的伴侣谈得来 希望三家的关系 会一直延续下去 不会受到破坏 莫言郡主见韩诺坐在马车上 问 韩诺啊 你不会骑马吗 韩诺的 会啊 韩诺在天龙和大唐两个世界里面 可是经常骑马 跟着李家大哥 满世界的转悠 骑受好的不得了 怎么可能不会骑马呢 那 你怎么坐马车不骑马呢 莫言郡主问 韩诺的 啊 我带来的东西不少 骑马的话 可能装不了那么多的东西 只能劳烦卫风 赶马车来接我了 莫言郡主四人 一听韩诺所带的东西 眼睛全亮了起来 有没有像热气球那样 有趣的东西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